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一起看 现在怎么爱仇敌 所以要爱仇敌的时候 保罗他的话是亲爱的弟兄 所以他加一个亲爱是 Agape 亲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 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圣经讲弟兄就是包括姐妹 不要自己申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圣经记者说神冤在我 我必报应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为什么呢 因为主必报应 Amen 各位够不够啊 主报应不够吗 你说那主报应什么 给我看 OK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上帝呢 他是一个会报应的上帝 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 如果麻雀没有东西吃 他都在乎 对不对 我们主耶稣讲过这个嘛 你想想看 神的儿女们 你受冤受虚 他不会报应吗 所以你要问的是 主啊 那你的报应是什么 上帝的报应呢 如果我用两个极端极限来讲 第一 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受害被抓 上十字架的时候 你会看得到 他的报应在那个时候显现出来 在两个人身上 第一 就是卖他的尤达 用清嘴来卖主卖油的尤达 后来他知道主被抓了 对不对 他流了那个无辜人的血 他就痛苦 后悔 但是他没有懊悔 他的痛苦 后悔叫他自杀 他自尽 上吊 所以他没有悔改 他要偿还他的罪 所以神的报应临到他呢 不但是他上吊 他内疚而上吊 神的报应临到他的时候呢 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永远的地狱 他是永远尽到 那个永不灭的火 永不死的虫 咬他的那个地方 永远的永远痛苦 尤达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卖主卖油的那个报应 叫他进到永恒的刑法 这里哪一个人可以说 上帝你的报应不够 除了叫他去地狱 还要把他抓来 刺几刀 他在打 有没有 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人 有的话告诉我 等一下我可以跟你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报应是什么 另外一种人是 在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强盗 他一生没有做过好事 就是凶杀 偷盗 抢劫 然后这样的最后被判死刑 钉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一个强盗呢 最后在要死之前 他知道这个是救主 主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 一个无辜的人钉在十架上 那个公义 那个慈爱彰显的时候 叫他懊悔到他愿意与基督同死 接纳他的救赎 所以这个光景 他得到的那个救赎 上帝的报应是什么 叫他痛苦到极限 一致跟主一同死 愿意跟主一同死 一同复活 听得懂这个报应吗 请问这里有哪一个人说 上帝 你这个报应不够 你为他死 他跟你同死了 还不够 他还要死了再死 是死了 怎样死啊 主都为他死了 主都为他流血 鞭形 钉在十架上 所以我们非信徒不能了解这个 回教徒不能了解这句话 对不对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你做的你就要承受 主更为他承受了 他在灵里面跟主一同承受了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只有两个极限的报应 两个极限的报应 如果你说上帝要报应 把人带到永远的地狱 因他所做的 他害过的人 把他带到永远的地狱 或者就是 把他带到与神 与基督一同死 的那个光景 只有两个 这个极限两边呢 中间当然还有很多了 对不对 中间有短暂的报应 过程的报应 有些漫长的报应 人带给你的报应 法律的报应 对不对 都是有 我并不是说这些中间没有 但是既然有这两者 上帝有极限的报应都有了 你还担心中间的不会有吗 就好像如果你不孝敬你的父母 不孝敬你的父母 当然 有一天你长大之后 你发现你的孩子不孝敬你 那也是一种报应了 对不对 神许可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报应里面 有两者极限 最后呢 你要吗 就是你还是固执下去 然后最后完蛋 不接受救恩 你全部 你地上受的那些小报应 最后最大的报应就是地狱了 或者你在地上 受的那些小报应 上帝是公义的 对不对 你投了人的钱 然后你必定要偿还 或者你要吃亏 这个小报应 但是最后 上帝叫你与他同事 得救赎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上帝两者都已经做了之后 这个中间的东西你绝对不用担心 他比你公义 他看得比你全面 这是我们的上帝 各位可以理解吗 现在我讲的 今天这个就是福音了 福音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心中还有仇恨 你们就想吧 现在你真的讨厌一个人 好 主 不是让他去地狱 就是让他上天堂 这个两个我都可以接受 Amen 对不对 那就好了 那就没有什么 要恨啊什么了 对不对 就好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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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